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延缓它的发作 发病以后通过康复训练或者药物治疗 能够阻断疾病的发展 对疾病的发展会延缓 帕金森病大多数并不是始于本身 帕金森病本身而是始于并发症 通常是并发感染 比如说肺炎 肠道感染 循环衰竭 这是它的主要死亡原因 所以帕金森病从疾病本身来讲 一般不影响它预期本身寿命 但是因为如果说处理不好 治疗不当或者是复利不当 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